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啊 在這個下半天的時候 很多地方都下起雨來了 不過呢 接近傍晚入夜的時候 雨是都有趨緩下來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明天呢 受到封面接近的影響 天氣又會改變了 好 從這個地面天氣圖上可以看到 這一道封面呢 在明天 就會慢慢接近台灣的北波海面 再加上呢 整體風向是吹偏西南風 會帶來比較暖濕的空氣 所以各地的水氣都是比較多的 尤其下半天之後呢 降雨會變得比較明顯 至於降雨的區域 我們從雨區報圖上面可以看到啊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這段期間呢 大致上天氣都是穩定的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 在明天下半天開始 尤其呢 是北部地區 還有各地的山區呢 都會有明顯的降雨 甚至呢 不排除 有可能會來到豪雨等級的 會有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外出的時候要攜帶雨具 前往山區也要注意安全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來看到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都會有明顯的降雨 高溫來到二十九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呢 明天都是多雲的天氣 桃園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台中跟南投要留意 午後山區會有雨勢彰化多雲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雲林嘉義跟台南呢 明天都會有降雨了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高雄明天多雲 在屏東的部分會有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至於在東部地區 宜蘭花蓮要注意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台東多雲 高溫來到三十三度 再來看到在外島地區 馬祖會有降雨 金門多雲 澎湖還有機會 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好的 我們要為大家整理一下氣象小叮嚀的部分了 明天受到封面接近的影響 還有這個西南風帶來的水氣 因此包含了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甚至在山區的部分呢 午後都要留意降雨 而且這雨勢真的會比較大一點 甚至不排除有機會來到豪爺等級的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外出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 另外也要記得攜帶雨劇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